此题为十毫升的甲碗含有n个原子 在同温同压之下 多少毫升的氢气亦含有n个原子 因为题目有提起同温同压又提起气体的体积 因此我们要先考虑到 亚佛家绝定律 也就是同温同压之下 气体的体积比等于分子数比 而分子数比又等于末数比 然而甲碗这地方提的不是分子 而是原子 氢气这地方也是原子 因此对甲碗而言 甲碗是由一个碳加上四个氢所组成 因此它有n个原子 我们要有五个原子才能组成一个分子 所以它会有五分之n个分子 然后对氢气也是相同 氢气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所组成 因此有n个原子 就可以知道分子有2n个分子 因此体积比 甲碗的体积比上氢气的体积 要等于甲碗的分子数 要等于甲碗的分子数 比上氢气的分子数 所以 10比V氢气等于五分之n 比上二分之n 而n可以约掉 因此 因此五分之v氢气等于二分之n 所以氢气等于25毫升 答案为C选项 对于氢气浮小肠